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回到我们关于这个房屋模块当中,也就是说关于房屋信息的了。 那关于房屋信息的呢,我们在上节课最后的时候呢,带着大家去把在我的房源页面当中能够去发布新房源当中所要用到的关于城区的那个后端写完了。 后端写完了的时候呢,我们跟他在这个写的后端的试图当中,我们跟大家去提出来了关于什么东西呢,关于这个使用缓存的概念。 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从这个接口往下推进。推进到哪儿呢,咱们来看一下相对应的,在这个后端当中回过来,在前端当中我们怎么去写。 我们去想一下,通过咱们所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后端呢,然后呢,你只要向这个接口去发送请求,那我们就能够拿到对应的这样的阶层数据,就是咱们在上节课所去拿到数据。 那接下来呢,咱们回回来就要去填写一下这样的前端信息了。 那在前端当中呢,是在New House新的房屋的这个页面当中,所以我们回过出来,看一下相对应的,在HTML的New House当中,咱们把这些其他的地方呢,先都关掉。 在这个New House这里面呢,HTML页面当中,我们来看一眼,相对应的,关于所在层区,就是在这个地方,是通过Select这样的一个标签来剪出来的。 剪出来的话,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后端当中所拿到的这样的一个条目,一个条目的信息,通通的实际上是都要在这个地方进行替换呀。 对吧,那在这个地方进行替换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就可以通过GS的方式呢,来进行修改操作了。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对应的是New House,所以呢,也就是GS呢,也就是New House.GS,在这个当中进行操作了。 然后我们说了,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向后端拉曲的呢? 应该是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就要向后端去请求数据。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应该是在这个页面的Document.Ready,一Ready之后,我们就要向后端去获取数据了。 所以呢,咱们在这里面去写一下,就是页面单到好之后,向后端获取乘区信息。 好,我们就要在这里面去写。 那向后端去获取乘区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在后端当中所定义的请求呢,是这样的Gate的请求方式。 而且呢,不需要传三数,所以呢,咱们就可以直接使用简写的方式。 然后呢,到了点Gate的方法,向后端发送。 最后的路径呢,应该也是API,节线V1.0。 然后呢,我们的定义的路径呢,是Iris,所以呢,应该是A-R-E-A-S。 然后呢,在这里面没有数据,那就直接写回叫函数。 然后呢,后端给我会传送过来这样的ISP,我们在这里面呢,也可以就说明一下,后端给我传送过来的是阶层数据。 然后呢,在这里面进行相对应的操作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咱们在这里面进行相对应的操作的时候呢,就需要说,我要拿到这样数据,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要需要填入在这个页面当中吧。 对吧,那好了,我们就可以先提数据。 那我得需要进行一下判断。 如果说,咱们再写一下, IrisP里面的ErrorNumber,它是多少呢? 它如果是零的情况下,我们在这里面去写相对应的操作。 然后呢,IOS,咱们把后面先补充完整。 Alert一下,呃,IrisP里面的ErrorMessage。 写这样的信息,然后呢,这是关于这样的,接下来呢,咱们在这里面代表拿到数据,拿到数据之后,我们看一下。 那从后端给我们返送,呃,返送回来的数据的格式呢,咱们也看到过了。 那最近呢,应该是完整的这个整个阶层数据当中呢,包含ErrorNumber次段,包含Data次段,也包含ErrorMessage。 然后呢,其中的数据呢,是放到了Data次段里面来的吧。 所以,那也就意味着说,程序的信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去写一下。 程序的信息,LAS呢,A-R-E-A-S,它实际上都是在R-E-S-P当中的Data当中拿过来的吧。 这是关于程序的信息了,拿到数据,这时候呢,它应该是一个,转换到GS当中,它也实际上是一个列表或者叫做数据吧。 它是这样的数据了,所以呢,那我们做的工作应该是去便利这么一个列表或者叫做数据, 然后呢,取出来一个一个的元素,填充到页面当中,塞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可以了。 那你说这样的工作怎么去做呀? 实际上是不可以,我得去便利这个东西,然后取出来之后才能往里面塞呀。 对吧,那在GS当中要想进行便利的话,可以怎么去便利呀? 除了意识的话,还有没有另外一个语言法呀? 暴循环有吧,在GS当中这个暴循环怎么去写的? 还有一项吗? 是分为三个参数吧,首先应该是起始是多少,I等于零,然后呢,分号分格。 第二个参数呢,我要判断那个循环的条件吧,对吧,我比如说I应该是多少呢? I是小于Ls这个列表的长度Lens吧,然后呢,第三个参数呢,我每次加一吧,I加加,所以咱们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那今天想来呢,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操作了吧。 怎么操作呢?我们来看一下页面当中,页面当中我应该是向哪个地方? 实际上是应该放这个select,也就是ID为这个地方的,然后呢,往里面一条一条的补充option这个标签吧,对吧? 所以呢,好了,咱们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这应该是我在页面当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呢,所去操作一个对象。 所以呢,也就意味着说,我们每拿掉一条数据的时候呢,都要给你拼接成这么一种东西, 然后呢,进行相对应的操作。 都要给你拼接成这样的东西,进行操作。 然后呢,只不过是说,像谁呢,往里面select呢,应该是像这个select的,这有个ID标签,我们把它拿过来。 到这儿,里面的, 它往它里面进行追加的话,可以使用哪个追加? open的吧,appdnd。 我们可以向这个地方进行追加。 好,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像对应的这样的操作。 在new host。 我们向里面进行相对应的操作信息,往里面追加。 那追加的时候呢,当中的这个地方是代表程序的ID,这个地方是代表程序的名字呀。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进行改写一下,然后呢,咱们可以使用字符串拼接的方式来进行拼接。 那我在这里面取出来的数据是哪个数据呢? 每次取出来的,我是不是可以先来写一下,area,然后呢,它应该是area这个列表里面的通过下标签锁就可以了。 对吧?下标正好就是每次便利的这个i了。 所以取出来的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就是在数据当中的这么一个可以理解为是字典的东西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获取里面的程序的ID属性跟name属性了。 所以回过来,这个地方要放id,那就是area里面的aid吧。 然后呢,这是关于程序的名字,所以呢,咱们也去使用这样的字符串拼接的方式。 然后呢,area里面的a name。 这是我们在返回的数据当中起的名字,一个是aid。 一个是aname给它拿过来,拿过来之后放到这儿。 那当前的这样一个地方,咱们是不是就写完了? 所以呢,回过出来,咱们就相当于只需要在哪儿呢? 这个地方我直接在页面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留,是不是就可以了? 本来原本也就是空的。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地方。 回过出来,然后呢,咱们把后端写完成之后呢, 把这个页面写完成之后呢,咱们清除一下缓存。 然后呢,再来去刷新一下页面。 再来刷新页面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时候当前所判的信息,实际上是不是就已经是从后端拿过来的呢? 原因在于哪儿呢? 这个地方看一下,请求我都已经发送到后端了。 而且是拿到了这样的数据。 然后呢,咱们也可以进一步验证,看什么呢? 看sauce当中,看sauce当中,追应的newhouse.itmary最原始的数据当中, 这里面关于所在城区是不是都是空的呀? 当前看到的信息都是通过GS运输过来的。 这是关于原理的。 然后呢,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一点说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直接通过JQuery的方式向页面当中提升C。 但是,如果说有些页面的数据,你从后端拿送过来之后, 在向前端填充的时候,如果这数据特别多,怎么办呢? 比如说哪个地方呢? 比如说房屋的详情信息吧。 比如说房屋的详情页面。 房屋的详情页面,你看一下,这些数据是不是都是通通从后端拿过来的呀? 从后端拿过来的话,那这些数据也是向页面当中去C的。 如果你这时候再去C的时候呢,还是通过JQuery的方式的话, 那你说你这样处理的东西实际上是太多了呀,对吧? 那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下呢? 你说我不每个字段都给你通过那样的方式的一些操作, 而是说可以直接怎么做呢? 能不能有一种更快速的方式呢? 所以是有的。 你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呢? 你去想,如果这个页面的数据是由后端去形成的时候, 那你说了,我们在后端当中去处理数据的时候是什么方式去处理的? 是把这个页面写完了之后,在相对的地方都发成模板的变量吧? 然后呢,使用后端模板已经渲染了。 但是现在前后端分离了,前后端分离之后的话,页面不由后端去处理了。 那我在前端当中能不能找到模板呢? 实际上也是有的。 所以呢,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说过的。 如果你在页面当中贴中的数据实在是太多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前端当中也去引入模板。 是哪样的模板呢? 它就是通过GS的方式来进去处理的。 我们给大家去提出一个模板引擎的,就是ART template。 这就是关于专门用JavaScript这个语言去实现的一个模板了。 它也能够让我们在页面当中去挖坑, 然后呢,再通过GS的方式往这个模板当中进行渲染操作。 这是我们跟大家去提出来的。 那这个ART template呢,是腾讯去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模板引擎, 而且呢,把它已经开源了。 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直接去进行使用。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去提一下。 还是放到咱们的这个node。 我们继续往下写。 这是前端模板,前端GS模板。 ART template。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链接也发送给大家。 这是关键点。 那我们看一下,那关于使用这样的GS的东西怎么去用呢? 我们首先得把这个ART template, 它对应的这个GS的文件, 我们得引入进来,才能够进行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咱们就想要先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回过出来, 再发布房屋的这个地方, 就借助着刚才咱们所写的那个城区信息的, 就借助着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就先来改写成这样的前端模板方式。 所以呢,我就需要去改成的话, 需要在这个页面当中的去引入那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给大家去引用好了。 在newhouse.atml当中呢, 我们为了去使用它,必须得引入。 所以呢,在底下,我们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 newhouse.atml这里还没有,谢谢。 那咱们给它引一下, 在哪呢? 我们在给大家的这个GS文件里面, 你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timeplate.js的? 这就是关于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官网当中所下载下来的。 它给我们就提供了一个GS模板的那个扩展库了。 所以呢,我们直接放过来, 放过来之后呢, 在使用的地方在页面当中直接引过去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在去引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点。 那那个地方要放到哪呢? 因为这个扩展库, 它依赖于jQuery, 所以呢, 必须在有jQuery的情况下才能够去进行使用。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jQuery下面来进行去写下。 那sauce呢, 应该对应的是在静态的Cetic里面的GS, 这里面有一个timeplate的GS。 我们把它引过来。 好了, 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引。 引完整容之后,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进行操作呢? 大家去看一眼, 我们给大家的官网当中这里面有个docs, 对应的是文本。 这里面就有相关的说明文档了。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方式呢, 也是跟我们在后端一样的。 也得先去定一个模板, 然后呢, 再去调用函数的方法, 进行渲染模板。 那这个模板, 我们现在看一下相对应的语法什么样的东西呢? 你看一下, 这个语法基本跟后端都是比较类似的吧? 也是使用这样双大括号的方法, 来去代表对应的数据变量。 只不过是控制语句稍稍有所区别了。 我们所学过的两个模板, 后端模板呢, 控制语句都是大括号, 百括号, 但是对于这个模板当中呢, 它的控制语句呢, 都是两个大括号, 这是关于键炼。 我们再看的话, 咱们就使用这个标准语法之类了。 接下来还有哪些东西呢? 闭合的时候也不太一样。 我们在后端的模板当中, 闭合的时候呢, 是摁的一幅, 但是在这里面呢, 就是反斜线一幅。 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闭合, 那其他的语法也是类似的。 这是关于键炼。 然后呢, 我们把它定义完成之后呢, 在后端当中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timeplay的, 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渲染模板。 所以呢, 咱们回回来来去看一下, 究竟怎么去使用呢? 首先, 咱们要去定义模板。 那定义这个模板在哪定义呢? 你在哪里面去使用, 就可以在哪个地方去定义。 我要在这个newhouse.itm1一面当中去用, 所以呢, 我就在这边去定义。 只不过是说, 我在定义的时候呢, 咱们在页面当中可以在随便一个地方找一个位置来进行定义。 那我可以在哪个地方找呢? 比如说, 刚才咱们说了, 要把数据最终填充到, 我们看一下, 咱们是要把数据填充到这个地方吧, 锁在城区的select这个标签里面来,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附近给你去定义那个模板。 你说我在后面定义能不能行呢? 也行, 你只要是在这个页面当中进行定义就可以, 那我们就紧挨着它来进行定义, 只不过说在定义模板的时候呢, 并不是直接放到select这个框当中来进行定义的, 而是说我在另外一个另几个地方来定义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的话定义是什么方式呢? 是用这个secret这个标签来进行定义的, 那就是说, 它相当于把那个模板呢, 放到这个脚本标签当中了, 然后呢, 接下来它的类型也是变为什么类型呢? 是html, text, 文本这样的类型了, 就相当于我放到这样一个位置来之后, 我放到这个位置来的时候, 那你说了, 这个东西会随着我整个页面发送到前端的浏览器吧? 浏览器发现这个地方是secret标签, 实际上浏览器自己是不是就不会再来这个地方做处理了? 所以是关于前端模板的话, 就定义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定义secret这个标签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补充一个属性, 主属性呢, 就是ID, 要去说这个模板的编号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们得给它去起一个名字, 待会儿我们在渲染模板的时候呢, 就依赖于这个ID来进行操作, 那比如说, 我把它叫什么呢, 这是程序信息的, 那我就把它叫做LSTempleTMPL, 这样的程序的模板, 好, 我把它写完成之后的话, 在secret标签当中进行写写操作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咱们怎么去写呢? 我们说了, 待会儿的话, 就通过这样的GS方式呢, 我们从GS里面拿到了后端, 给我传送过来的程序信息之后, 我会把这个当作模板变量, 给你塞到页面当中来, 然后呢, 这个模板变量, 就像我们在后端去使用的时候呢, 也要去起个名字, 比如说, 我待会儿把这个数据传送到, 这个页面当中的时候呢, 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做A-R-E-A-S, 我给你取成这样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就是传送到页面模板当中的, 那个变量了, 它是一个列表, 它是一个列表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实际上, 是不是得去便利操作, 才能够去形成刚才我们在这里面, 所去看到的那么一个option的那样的标签啊, 对吧, 所以那我们在这里面去写这样的模板了, 那在这个GS的这个模板当中, 怎么去写这样的便利操作呢,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这样操作了, 也就是说它对应的是, 还是通过两个大括号的方式, 代表这样的语句, 只不过这个语句便利的话, 使用哪个句呢, 使用的是一个each语句, 然后each语句的话, 代表是说我要去便利哪个东西, 然后呢, 取出来的话, s作为谁, 我现在呢, 相当于要去便利后这个GS当中, 给我传送过来的A-R-E-A-S, 这样一个模板变量, 然后呢, 这是一个列表, 我要便利这个列表, 然后呢, 取出来的一个一个对象, 都把它起另一个名字, 比如说就把它叫做A-R-E-A, 这取一个对象, 就相当于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去取, 然后呢, 在这里面再去写一下闭合, 闭合是双大括号, 反线线一直进行闭合,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循环当中去写东西了, 那我们要去写的东西的话, 应该跟刚才的这个地方是不是类似的呀, 最终应该在每次循环的时候呢, 都在这里面呢, 去形成一个这样的Option了, 所以通过循环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会变为众多的这样的Option, 将过号了吧, 所以咱们在这里进行操作了, 所以在这里面进行写的时候呢, 只不过是说, 这个Value当中的这个东西, 跟这个名字这个东西的话, 都不再是通过让Servetran的拼接了, 而是说去使用模板变量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模板变量也是两个大括号, 然后呢, 当前的话是取出来的一个一个的这样对象, 那好了, 操作这个area, A-R-E-A, 这个对象, 里面呢, 这个地方我要放ID, 那么ID呢, 是多少呢, A-I-D, 然后呢, 这个地方去放它的名字, 然后呢, 名字的话, area对象当中, A-NAME, 这个呢, 就是关于它的一个模板的这个做法了, 那你看一下, 只不过是说, Eats这个语句, 跟后端模板里面的号循环是不太一样, 我们在后端张购模板, 或者经线模板都是使用号循环的, 然后只不过是说在GS当中的话, 这个循环行的是这样的Eats循环而已, 其他的整个的流程, 跟你在后端模板是类似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把它放到这个地方之后, 然后呢, 我再通过GS方式去渲染这个模板, 一旦把这个secret的这个标签所扩取出来的这个小模板, 一旦给它渲染完成之后, 渲染完成形成什么结果呢, 形成的就是关于secret的标签处理之后的结果了, 那处理之后的结果就应该变为了一堆的那option吧, 对吧, 就应该是能够像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 查看王爷爷的码, 就像我们在这里面所去看到的, 我去select一下, 能够看到的实际上是变为了这么一种东西了, 最终要去渲染的, 那变为这些个标签的话, 这些标签我直接放到这个地方, 没有用, 而且呢, 说这个渲染之后的结果放到哪, 是需要我们自己取名的, 也就是意味着说, 那我把它渲染之后, 要往哪里面填通的呢, 是不是要往select的, 这个标签上就去填通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咱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渲染它, 并且往这里面去填充那个渲染之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来, 咱们去使用一下, 我就把这个地方呢给铸掉, 把这个靠循环铸掉了, 然后呢, 咱们直接去使用前端模板方式来进行操作, 使用GS模板, 好, 那怎么去使用呢, 刚才所追用的数据已经有了, 那我接下来就直接进行填充了, 那填充的话, 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使用的是template, tmplat, 使用的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在这里面也有, 就叫做template, 这个template方法呢, 就是我们在页面当中给你去引入的, 那个GS, 它所定义的一个函数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去使用这个template的函数就可以, 然后呢, 它写出的话, 要接收两个参数, 首先, 第一个参数说, 你渲染的那个模板是谁, 那我们在定义的时候呢, 已经有个ID, 所以直接把ID拿过来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 使用的ID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并不需要加紧号, 而是直接把ID, 你所定义的数据值拿过来就可以,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 然后呢, 接下来, 第二个参数, 你要去细尔模板的时候呢, 填充的数据是多少, 那这个数据在进行传递的时候呢, 必须也得是使用这样的对象的方式, 往过里面去传, 然后呢, 对象的话, 首先你就得去取一个名字, 我放到模板当中叫什么名字, 我放到模板变量里面的话, 叫做Iris, 所以呢, 这是我要去网里面传的, 叫这个名字, 然后呢, 它的数据值是多少, 它的数据值是刚才我在这里面出来了呀, 就是它吧, 所以我们把它拿过来, 这相当于, 我把它从后端拿过来数据呢, 就C到前端当中了, 然后呢, 这时候你要注意, template它这个函数, 仅仅是把这个数据, 塞到这个模板里面, 也就是说当于把数据执行这个东西, 然后呢, 形成了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现在还没有地方去保存, 所以呢, 我们需要自己在这个地方去接收一下这样的数据, 什么数据呢, 它给我形成之后, 最终形成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html的文本了, html这样的文本, 那形成这个文本之后的话, 那我接下来要把它塞到哪呢, 这时候我们才要去给它找地方进行填充, 我最终要把那模板宣传好之后呢, 要塞到这里面来, 所以呢, 我就可以直接通过这样的一步操作, 接query的方式, 把要塞充的它拿过来, 这是我要把数据呢, 给你, 写错了, Ari, ID, 我要给你创到这个地方, 拿, 啊, tml的, 嗯, 右边, 选择T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要叫往这个地方去进行填充 填充的话就直接可以去设置它的HTML 比如说在Select当中包含HTML当中 然后把上面拿到的数据拿过来 把所限上好的数据直接填充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关于去使用这样的GS模板的语法 我需要在这里面进行定义 然后在GS当中使用Template进行渲染之后 拿到渲染的结果再往相对应的标签当中一设置就可以 所以回过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去刷新一下对应的这个页面 我们清一下缓存 清一下缓存之后咱们刷新一下页面 在页面当中咱们看一下Source里面的对应的GS当中 咱们刚才选的Newhouse.gs 这实际上是不是已经是我最新的一个东西了 然后呢这个页面Newhouse这里面也变为刚才我所写的这样的标签了 再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我选完之后的结果了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方式去使用前端模板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下期待的这种标签了 我们下期待在这里面的标签了 我们下期待的标签了 我们下期待在这里面的标签了 我们下期待在标签了